谢婷婷出席女装发布会 对于早前男友安智杰不断向媒体表示会向自己求婚 并且伸延会在今年春节两人去旅游的时候采取行动 谢婷婷表示毫不知情 但私底下她自己并没有结婚的准备 对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在等到她回家的时候 我问她是不是真的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习惯 所以我也没有问她 我听到这心理的习惯 但是我这么很多很多语言都有问她 所以我问我是不是结婚呢 或者是准备在这年结婚 但是我真的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谢婷婷太言自己也有设想过 安智杰求婚的时候会是怎么样 但必须到那一刻才知道 而自己如果答应了安智杰的求婚后 两人会先订婚 然后等一年之后 等两人真的考虑清楚以后 再决定是否真的结婚 我真的觉得我心里没准备好 所以我知道我真的 我心里是想跟她一起的朋友 所以真的到那个时候 她问我 我说出来 我觉得是很大一个梦的问题 然后我心里是想跟她一起的朋友 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 如果我心里结婚 我一定一定会告诉你 谢婷婷对婚姻如此小心翼翼 难免让人联想到是跟她父母 谢贤迪波拉还有哥哥谢霆锋 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所致 但谢霆锋否认 表示自己从小到现在都非常相信爱情 而也许是因为近日 关于自己结婚的传言越传越烈 甚至连母亲迪波拉都首次开口询问 不过谢贤和谢霆锋都没有过问 对啊 第一次 是应该前天的事 我妈妈有问我第一次 她的情形结婚 因为我问她 咦 你从外面问她 但是因为她有很多很多朋友 询问她 所以本身我觉得她 她都不太好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欢迎订阅